Hello,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电缀最急 0424期 恒指强势三年性 腾讯短期快到顶了 我是主公老师,来时 好了,那我们今期依然在分为三个步伐 第一个步伐是今天的一个收盘点评 第二个步伐是恒指方面分析 亦都是和今期绝对有关的 港股虽然过了三天 三年就升了近千几点 那这张内力出色怎么看呢 今期依然来时就和我同学去分析一下 好吧 第三个步伐应该是个股分析 有同学问到腾讯用股小米集团快手 以及两个美股分别是美Google和英威特 那这些个股为何和我持续关注到呢 同样今期依然来时就和我同学去详细解答 OK 好了,今期将放学到之前再提醒过一通 无论现在坐在电脑旁边 再拿着手机 尤其是第一次收睇 我最新的教学的各位同学 那你们记得YouTube这个频道呢 按订阅 订阅之后呢 再按你黑色的小铃铛 才能够时刻收到我最新的教学 好吧 好了,那将我们的正题 首先我们回顾前两天 周一和昨天周二的做本提示 那周一的提示依然在延续 什么呢 我们星期周六 就是我们上一期的一个教学的情况 那上一期其实周六我和各位投资者已经强调 那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看到红飘带的绿色飘带 变阔的 不过我上一期有和大家强调 变阔不过它没有向下 对不对 那有时变阔呢 很多情况 无论有红转绿或者绿转铜 有情况都很难会进行一个调整的 我之前不是一直跟大家说到 有调整 就是红绿飘带不向下 包括它可能短期会转颜色变化 那这种情况就看调整当中 如果它红色的话 就调整稍为比较强 绿色飘带淡就比较弱 所以我经常和大家说 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微向下或者资金墓加速流出 包括外围因素没有特别差的情况之下 那这种情况大家要注意一点 那我们知道现在目前来说 那我们看到 听人说指数方面 其实上个礼拜 那时候依然在飘带之下 那这种情况我们知道 飘带 六飘带太淡了 而且资下那边 它反弹 都是一个短期反弹 最加上我之前和大家说 短期反弹 我们上个礼拜 未跌穿 有个位置 叫16206 对不对 这个位置 那有同学问 当时我记得星期四 跌穿了 然后反弹回 那有同学说 未跌穿 那看起来又弱势 最加上现在外围因素 表现得不太好 那我当然 我就按照指标去说 特色 那无论传统指标 KDJ 不过那也随特色指标 那KDJ 有保持短期的反弹趋势 所以乃尔尔的观点 就是这样 并且通过上个交易 即我们星期五的行至 我们知道 其实资金流出是减弱的 虽然没有转红色 不过减弱也是好事 而且那时候是升的 我记得升83点 当时升83点 那这种情况 先近 将近8点 基本上 高虚的机会比较多 那如果是一两八点 这种情况 以上的话 基本上就更加 高虚 基本上 机会就非常之大 因为指数方面 那当然 星期二到了 大家可以见到 星期二 绿色飘打 依然是一个阻力 绿色飘打 下延依然阻力 不过呢 当时我们见到 已经产生裂口 裂口产生 那是什么 是不是 高虚 高虚 然后呢 这种情况 究竟是怎样呢 因为我之前 我星期六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说 因为 中国内地政監会 有政策加持 五条 那就是跟大家 借我们上个星期六 跟大家说的 政策加持 其实星期一 是政策加持的一个影响 包括这几天都是这样 所以来说 昨天港股裂口高虚为强势 裂口 产生裂口 一下就强势 一下就弱势 看指数 或者过股裂口之上 或者之下 裂口之上 基本上就强势 最加上目前 资金流出出到 之前 持续减弱 非常之好 有持续减弱 改名又转向 转红灯 流逆的一个 趋势 最终下 昨晚夜期 有较大幅度 今天 恒至高虚的机会 就更加大 同时推测 资金开始流逆 即是我们通过 即是我们资金背离的特色 即是看夜期的时候 可以提前知道 明天带去 它的一个机会 情况 即是说 会有没有提前 即是过去低去 提前资金流逆流出 或者过去低去都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 星期一的晚上 夜期的资金 已经转红灯 所以我就说 市场是继续拉升 持续动力 本身资金还未 转红灯的情况之下 已经反达 资金转红灯 机会更加大 这就是黎sir 和大家去提示的指数方面 个股的话 依然还有石油 银行 煤探行患 包括我们这几天 都是这样 这几个版块 通过富同牛牛的版块 和大家最分享 我们再看回今天的开市情况 今天开盘 不是今天的早盘提示 今天4月24日 早上8点36分 比平时银行好一点 乃sir不过 预议将港股行情提示广播 现在已经装了 乃sir手机版特色指标 那大家看到 这个位置是我们周一 这个是我们周五 其实我按照当时乃sir 和大家推演 这个是转折时间 不过当时我和大家 去推断高位 高位 为什么呢 因为我和大家说 我和大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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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加上现在淋色飘带 就算有的话 星期一 以及大家说一样 就算有反弹 都是短期 不过呢 今天圈了飘带 我们看到星期二圈了飘带之后 其实现在就转为强势 所以我之前担忧的情况 绿色飘带很大机会 很难就短暂的问题 好像之前转红色飘带一样 现在穿了飘带 基本上会不会马上跌下呢 现在从资金的角度 大家看到没有 资金已经开始流入 我星期二提示 说明是比较难 所以大家看到 这几天基本上就高去高走 阳烛 而且我们今天和星期一 都是一个裂口高开 对不对 而且我们看到升穿了之后 飘带是不是由阻力变成支持 我经常跟大家说 阻力是打穿的 支持是跌穿的 阻力和支持是相互转换的 如果没有我为因素 包括资金的一个加持 基本上就难打穿跌破 最终最第三条 看到恒指上穿六色飘带上沿 阻力收阳足 很多时候很多同学就问 第一sir 店港面穿了弱势 然后打穿了又能够站稳 基本上如果收阳足就能够站稳 这个位置显示强势 本身列口产生 而且连续两天 最加上现在的资金日常 就已经是比较强的 同时红绿飘带的 绿色飘带大家看到没有 又开始收窄 所以这种情况出现的明机会就越来越大 最结合呢 昨晚夜期 我们提前知道 资金就是持续流入 又阻于市场持续拉升 所以这几天大家看到没有 股市信息漫变 连续都根据现在外围的情况 包括现在的一个特色指标的一个提示 是不是 现在跟大家说现在持续流入 刚才跟大家说板块方面的话 现在没有变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大盆这个市又开始转强 短期调整 当然这里跌穿了 其实是外围的因素影响 就算没有外围因素 调整都正常 似乎来说 它升了这么久 现在再调整 只不过有外围的因素跌穿了 就更加弱势 现在有政策的加持 现在就退动上了 现在的特色指标又开始转向 所以我们来说 工具知识心态 工具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板块方面 板块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讲过板块 其实现在目前来说 餐饮这些组合有弱势 军工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开始转强 不过会不会持续辩护呢 我们持续关注 行玩大家看到没有 飘带已经转得非常靓 石油 还有我们的常规电力 现在有其分上发 那银行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提示和大家的煤探 基本上 整体板块都相对比较强 最加上现在的一个情况 有战争的加持 大宗相笨的情况之下 依然是非常强 所以有同学问 莱一sir 他在组 女部学员 他说他在做石油 现在看到板块会回落 石油板块 我就跟这位同学说 现在看回 如果石油 有能近这道红色飘带 如果接近的话 最收阳足就可以了 现在确实按着这种深入红色飘带收阳足 现在反弹 所以现在基本上 譬如说883 现在开始走却 所以根据特色指标的操作 基本上 莱一sir认为 都不会错太多 除非突然情况的利空 或者利好消息 这种情况干扰 莱一sir估计不了 因为股市信息漫变 莱一sir最次跟大家说 OK 这就是莱一sir跟大家分享的组篇谈诗 那我们再看回 今天的开始情况 今天大家看到没有 16993 那其实一样就是列后高开 列后高开 相对外上的交易 那最终收市17201 那其实17201 那最高位的时候 大家看到没有 17217 那其实创了本年度 现在目前看 那当然莱一sir 就是这个年 就是这个年度深高 会不会继续 莱一sir认为会会 那现在创了本年深高 但没有发现 因为1.177 基本上维持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不过后面有回落 最终收市17201 升幅372点 那这种情况 是不是按照莱一sir跟大家说 做本提示 是吧 市场持续拉升 那确实没错 那究竟现在这个位置 那之前 但很多次情况 到了1.7200多 有基本上回落 这次会不会呢 那莱一sir认为 还有上升空间 还有上升空间 最加上现在 周线 差不多转好 或者周日线 都开始转好 怎么看呢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外围 因素加持 好吧 那最后我们下一个环节 恒指分析 恒指分析 就哪些板块过股 那当然港股就夹着我们美股 A股之间 那当然 很多时候 港股呢 还会受外围因素的影响 包括我们内地政策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分析 从技术的时候 我们要看回外围有没有影响 因素的加 即影响 好吧 那现在有没有外围因素呢 那其实 大家仍然依然按着 莱一sir上一期和大家说 4月20号 这个教学 虽然说 现在目前来看 一星基本上就是 莱一sir和大家说 中国政監户推出资本市场 对港股合作的五项措施 我记得莱一sir说这个之后 基本上星期一 星期一我看到香港当地才有 例如特首李三 才有提及这些相关措施 我记得 我觉得 内地 莱一sir这里 两地和香港 无论从时间 包括其他收的消息 有信息差的 所以来说 莱一sir认为 现在我在内地 深圳 有时看到的一些资讯 比较快 会即时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非常有帮助 起码来说 其实按照如果 按照之前这个第一条的话 基本上一跌 我认为很多 就是跟莱一sir一样 做分析 很多人认为都是跌 不过莱一sir见到这条 资讯的话 情况之下 莱一sir认为 基本上不会跌得太差 所以无论是WhatsApp 或者YouTube YouTube的很多同学 投资者 都说莱一sir是对的 因为可能对于 资讯的一个收集 和一个深密的了解 对于股市判断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说 大家依然会延续 这项措施 最加上现在上证 大家看看 都行得不错 为什么 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港股会受美股和A股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再看现在两大股市的影响 OK 那现在我看回美股 就是杜瓊斯注锁和纳斯达克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又出现了买亚信号 而且大家没有发现 是不是今次 按照莱一sir跟大家说 今次沽出 跌回 最多会跌到这里 15000这道位置 是不是 果然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深入红色飘带 收阳足反弹 当然现在纳斯达克最好 按照特色指标来看 最好站上15900这个位置 反弹的力度才比较强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买股讯号已经出现了 然后红色飘带 回踩红色飘带 收阳足又是一个反弹讯号 所以无论从周线 日线来看 大家看到没有 买股讯号出现 最加上这些资金 大家看到没有 已经变薄了 很大机会转红灯 又弹上 基本上大家关注15920这个位置 纳斯达克15920 最好站稳 基本上又转强 所以我跟大家说 美股不会跌得太多 我就叫杜琴斯指数 杜琴斯指数 其实相对纳斯达克 就走快一点 大家看到没有 起码来说 周线差不多 日线来说 大家看到没有 资金已经开始流逆 已经快进入了超买 而且升穿了 绿色飘带 所以现在美股又相对比较强 所以买相认为 有做美股的同学 又拥有这套系统是非常之好 你有好做港股 有好做A股内地 有好做美股 多好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个价 去看完这些股票 好吧 那我再看上证指数 大家看到没有 A股大家看到没有 其实上个礼拜 稍微升穿了强一点 不过现在又跌穿了 整体买相认为 现在再调整 因为从周线级别来看 大家看到没有 只要不跌穿 买相认为 只要站稳这里 2,990 买相认为大家说 基本上 调整 等待机会拉升 而且大家看到没有 资金这里 是个调整阶段 一旦调整完 转红灯 又拉升 不过你买相认为 现在 会突破 一调整完 始终 都有机会再拉上 他现在不是升穿了 最会落 好吧 所以现在升穿了 变成红票 但是现在资金是调整 为了下次机会 再拉升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上证已经转红色 漂大周线图 所以港股不会太差 最加上现在内地经济 慢慢回复 最加上买相 刚才忘记跟大家说 其实大家如果关注 内地的一个消息 其实现在外国资本 外国的资本 已经连续 九个月 正流日 流向我们中国 香港都有 中国内地都有 所以这种情况 是非常利好的 好吧 大家记住 资本连续九个月 流入中国内地地区 OK 好 那我再看回 我们讲股本身 其实现在我认为 有首位 美股方面 已经消化完 A股 现在又频繁出政策 又相关利好 又开始转好 大家看到 周线图 我们从大约级别来看 周线图现在 是非常之好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 按照蓝水和大家说 很多时候没有说 看到 它没转 颜色之前 还是依然按照之前颜色 所以很多时候 蓝水和大家说 这里 中间都是辩驳 后面又加速 当然 都有短期调整的 大家一定不要忽略 所以很多时候一定要研究 按照指标的执行程度 现在确实大家看到没有 没有转绿色 起码还是资金流逆 现在资金流逆又加速了 那变得非常之好 最加上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基本上 又升穿了 蓝水认为这里转红色飘带 红飘带很大机会 很大机会 大机会 好吧 所以未来蓝水认为 为什么和大家说 5月 蓝水认为 蓝水认为 当然 有YouTube channel 有些投资者 很特别 他都说 蓝水认为 我也感觉 5月是好 不是感觉 蓝水认为 就是技术分析 从未来为因素 和技术分析 我相信这个股市 5月会好 现在目前看 OK 好了 那周线图 我们知道 未来趋势 可能会转红5月 虽然说 现在4月还未过完 OK 现在目前从时禁的 一个级别来看 蓝水认为 这里从当时判断 是高的 其实并没有错 当然现在看回 肯定有错 因为现在 又有政策的加持 又突然转强 这里很难 就是有时候 很难去预测 它升幅这么大 蓝水认为 会 现在弹回这么高 这个是蓝水认为 没有推测 没有分析度的 这个问题 不过转折时间 按照菲波纳卡索利 无论怎样看 它就有转折时间 OK 那当然下一次转折时间 基本上 大家看到了吗 下一次是5月的 5月再跟大家去分析 5月整个趋势 那当然刚才跟大家说了 那当然时间方面转折 包括有没有强弱日 我5月 就是我们大概是什么时间 大概是5月4号 和大家 或者27号 27号或者4号 我看情况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5月份的趋势 OK 好吧 那现在我们知道转折时间 基本上就等会5月份 那下一次现在我们的空间怎么看呢 那空间大家看到没有 那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上个星期三才刚刚到这个位置 红转绿我还提示大家估 那现在有六转红 吹向六转红 基本上六转红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 转好 而且我刚才跟大家说 周线 日线 可能会同时转好 可能会同时转好 说不定 OK 同时转好 而且现在我以为 有国家的五条 有五条的一个政策价钱 是利好 那当时战争呢 战争方面呢 和这些大家都要持续关注 这个暂时来说 因为战争我之前跟大家说 大家都不想打仗 尤其是比较强大的国家 因为打仗呢 全世界又重新洗牌 那其实对于本身 现在占着利益的 强国来说就比较不好 那现在就外围 外汇 外汇等美联储降息 然后就夜期 那最近大家自关注夜期会比较好一点 外汇都要经常去关注 然后第三个就是周日线 这个吹晒 红楼票带吹晒 和现在的资金判断 好吧 那当然现在资金吹晒 都是好的 夜期呢 我们现在就看夜期 过去第二个外汇 外汇 外汇认为 短期有调整正常 因为现在降转降息 那人质要弹上多少 就很难 那当然现在升了这么多 大家最关键的 就是持续多少 还有持续多久 外汇认为 一个位置17,300 一个就17,500 这两个位置 那一个就 如果冲高回落 好大机会 会在这个位置 这个附近回落 那如果今天 恒指夜期的话 没怎么走 大概这个位置 大家注意点 还有关键的话 就看这个KDJ 任务队 进入超卖 那如果KDJ进入超卖 基本上 这两个位置的区间 好吧 怎么来的呢 首先我看到 现在正体 港股 港股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从周线级别来看 大家看到没有 基本上收窄 而且资金流入 这个大家知道 一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打开双重保障线 双重保障线 现在基本上碰到 到顶级 然后到下一个 大概在这里 17,500 双重保障线 所以来说 基本上乃常认为 就会 17,300 到500 这个资金 基本上就会回落 OK 那其实你从周线图级别 大家看到没有 都是到顶部 到了这个顶部 而且大家可以通过 譬如说 现在的00700等阵 跟大家说的 双重保障线 大家看到没有 基本上遇到顶 9988 还有少少空间 5号仔 大家看到没有 恒生市做成份股 基本上都快到顶部 不过还会持续拉性 还有3690 大家看到没有 基本上定到顶部 所以上升空间不多 最结合 大家看到 夜期 第一个位置 基本上重货 17,300 如果冲高回落 情况下 基本上会到达 17,500 吃着这个货 就回落 如果从机构角度来看 所以说 17,300 到17,500 所以关键 现在看资金 现在看恒指 大家看到没有 恒指 那我们不妨 现在会否资金持续流入 我们不妨提前去看夜期 夜期 大家看到没有 你没有看现在还是一个 跌 不过到了美股开盘的时候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不是转红色飘打 而且资金是持续流入 KDJ 大家看到没有 有没有发现 这里转红色飘打 资金持续流入 进入超买 所以乃尔认为 还会冲上少少 机会比较多 或者 弱的话 就在这里 挑战这个位置 短期回落 比较难 因为它进入超买开 的情况之下 好吧 那 现在目前来看 大家看到没有 基本上 从夜期角度都是这样 包括从外汇角度 大家看到没有 美元指数 大家看到没有 资金是流出 包括收了阳竹 包括收了阳竹 包括资金流出很大 就会收阳竹反弹 力度不够 可能会回踩 不过人仔 大家看到没有 人仔现在资金 是流出调整阶段 所以人仔 其实比我们感觉 可能恒指要回落 少少 所以乃尔认为 上升空间不是很多 基本上就是17000 和15000之家 那这个就看 现在目前 这个资金的流出到超买 OK 好吧 所以说大家注意点 17300 到17500 如果明天 冲高回落的情况之下 就基本上这两个区间 好吧 这个就是乃硕和大家分享的 恒生指数分析 那当然 对于乃硕教学当中 非常感兴趣的投资者 大家去资讯乃尔认 这系统永久使用 港股 美股 A股 都可以看到平板 这些同事使用 实时报价 好吧 那在哪里 资讯乃尔认 在这个位置 然后点击就联络到 乃尔认这边 OK 好了 最后我们下个环节 个股分析 腾讯小买快售Google 腾讯刚刚才 已经和大家看到 分享了 大家看到 00700 腾讯 那当然腾讯 是短期的一个高位 为什么呢 首先我看到 它是庄家 是否走得非常漂亮 那其实空间方面是不多 基本上 就铁住这个 双重报应线 周线图大家看到没有 都已经穿了 说明现在 从腾讯 从腾讯角度 基本上和恒指同步 基本上就是这个停止 很难上前 OK 除非它冲高回落 好吧 因为来说 从吹势资金目前来说 看不出 因为都是持续 告诉大家 它差住 不过空间已经到了 这个就是腾讯 短期是到顶 OK 好了 说完了腾讯 说小米 1810 小米 大家看到 我们一约 看它这只个股 漂亮 我们来看壮价 红色筹买就是那名 壮价 而且超过50% 那名 壮价高度控盘 无论从日线或周线 大家看到没有 两条线扣叉 基本上 很多情况会爆升 现在暂时还没有 一半周 爆升就要突破前高位 所谓17元 3.4元 大家要注意点 现在从飘带角度 现在还是调整阶段 日线图大家看到没有 都是一个前高位 大家非常注意这个位置 从庄家或者趋势资金来看 大家看到没有 趋势刚刚着红灯 那面刚刚看到 资金如果明天亮红灯 乃侠认为 炸住 而且这里有裂口 所以小米如果 要补仓 明天还来得及 或者 如果你持住 继续持住 要关注前高位 17.34元 这个位置 好吧 这就是小米 好了 那说完小米 说快手 那当然 小米说起 当时这个位置 按照乃侠说 说完回踩 回落 反弹 那现在从飘带角度 有反弹 资金趋势都差不多 基本上 乃侠认为 17.34元 是可以突破 OK 好了 那完了小米快手 1024 1024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很像我们的 恒指 和它同步 那现在从 周日线来看 周线就出现了买日信号 那日线大家看到没有 两只买日升穿了 基本上一约 和恒指 我们要守住 这个位置 47元 就等于48元 48元 刚才忘记和大家说恒指的时候 基本上 大家记住 守住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16630 所以刚才和大家说快手的时候 基本上和恒指的分析一模一样 OK 那就是快手 因为从趋势资金角度 大家看到 都是非常漂亮 趋势资金 都是穿着红灯 好吧 好了 讲完港股工 还有两只美股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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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没有 美股 目前来看 从飘带角度 庄家和飘带 是非常漂亮 去抓住 从趋势资金 大家看到没有 趋势资金刚刚穿红灯 那名Google 就会继续升 你没有看盘前镜价格下跌 蓝水认为反弹 反弹到多少 前高 160 因为从周线级别 大家看到没有 基本上现在目前来看 因为周线级别 趋势资金是弱了 所以现在调整 所以来说 力度弱的话 就关键态这个 160 能不能突破 突破了之后 基本上就强 继续强 OK 这个就是Google 说完了Google 最后一只英伟达 好久没有跟大家说英伟达 英伟达 英伟达现在又开始 某次转号 所以说美股 扣科技股支撑 所以这些科技股 不会怎么差 大家看到没有 周线日线 非常之美 而且周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是一个反弹信号 大家看到 还有两只买一 我之前跟大家说 这里出现了沽车信号 最出现了强有信号 黄色 风险信号 跌得比较多 所以在上面跟大家说 根据蓝帅经验来说 一定会深入红色飘带 那确实现在 不过它因为比较强 现在出现了反弹信号 而且同时买入 回踩红色飘带也好 所以从周线图 又会反弹 周线图反弹 一线图 大家看到更加反弹 不用说 所以我们关键看回 851 851 基本上蓝帅上 有机会反弹 一周线 都是非常之强劲 好吧 而且从趋势 和资金角度 大家看到没有 趋势资金 暂时还未转红灯 已经开始反弹 不过买入信号提前 一般来说 比较早些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周线级别 还有调整 不过反弹已经开始出现 我明说这种情况 如果一旦转红灯 的情况之下 后面的力度更加大 所以英外达 短期也不会太差 因为不见它 的热绩还非常之好 OK 就是英外达 好吧 好了 今期节目就讲到 下期什么时间 下期仍然 还有这些 不会逢周三 到周六的八点到九点的时间 依然保持不变 OK 好了 今期节目就讲到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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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